真的是物理看花 双方各说各的 根本是一个罗生门 不过到底内情如何呢 不过讲到豪宅变成是赌场 除了刚才徐乃宁这个案子 疑似有之外 当年黄任中也这么搞 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个豪宅 把它租出去 那你的房客在里面做什么 你会知道吗 应该要多少知道一下吧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也许 那乃哥呢 就是因为相关这样的事情 卷出了所谓的这个炸赌风波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概差不多将近三年前的时候呢 乃哥呢 本来有一个价值八千万 在内活的一个豪宅 他想要卖掉 那也找好买主了 买家就在成交前一刻呢 突然跟乃哥讲说 我不买了 因为我没钱了 那没钱之后 那你没办法 那只好怎么办 因为对方呢 已经付了押金了 那按理来讲 你不买的话 乃哥是可以不用 把押金给你的 退还给你的 那这个要买的这个买方呢 不甘心 就一撞告到了警局去 所以那个房子 基本上 在假扣押的状态 也不能马上就处理掉 他动不了吧 对啊 动不了嘛 所以那乃哥怎么办 那卖不掉 我租出去总可以吧 然后呢 乃哥有个很好的朋友 叫董小姐 这个外号叫Vivi 那跟这个董Vivi呢 两个呢 就聊天聊 那这房子租出去好 正好 这个当身杨强荣 就是这个 所谓的苦主 他呢那时候就 透过朋友就介绍乃哥 你知道这乃哥 演艺圈形象很好 爱家爱老婆 爱小孩 对不对 那又是个大明星 大主持人 金钟主持人 对不对 那对这个杨小姐来讲 哇好啊 那我认识之后 乃哥你有房子要卖 那我去看一看好了 然后呢 这个董小姐就跟乃哥 就带着这个杨强荣啊 就一起 杨小姐一起去看这个房子 看一看呢 后来呢 这个Vivi啊 就是董小姐 就跟这个杨讲 杨小姐讲说 我跟你讲啦 你哦 就把它租下来 然后呢 我把这个地方 改成一个赌场 里面可以打麻将 做百家乐 那这样子 我们来一起联手经营 那这样一起赚钱 这样你只要 把房子租下来就好 然后一起装修装修 弄一弄就好了 两个讲好 对 那然后呢 这个杨小姐 当然就 以他出面嘛 就跟乃哥签了 这个合约了 所以乃哥也许知道 那开幕的前几天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画面上不是出示乃哥的 这个打麻将的照片 什么 他说在这个开幕的前几天 乃哥呢 还有去打麻将 那打麻将说真的 这个你 你有没有证据说 乃哥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那总之呢 后来呢 这个女生呢 反正就经营下去 那时候 哇 这个据说电视台的高官 也去购物台的一个大咖 是高官的 对 姓岩的一个大咖 也去 我讲姓岩的 走购物台的 通通知道我在讲谁 然后也去到现场 这样子 哇 就大家赌啊 什么的 可见的 那个地方 哇 这个蛮多 这个政商民流出入的 弄得很好 但是问题来了 两个做得很好呢 那你这个有时候 人手不够 你这个做主人的 要自己下去打 打一打呢 那VV有时候打一打 打到后来呢 诶 输了 钱不够了 就会跟这个杨强荣啊 就杨强荣来讲说 诶 你借我一下吧 所以为什么后来 有这个杨强荣呢 就去拿他自己的名牌包 拿他自己的赚 去当货典当 来借给这个VV 董小姐呢 就是因为他钱不够嘛 那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杨强荣这次还出示 乃哥的支票 为了帮董VV还债 就是抵这个债务 还出了几张支票 其中有一张呢 支票是跳票了 乃哥的名字 上面还有签名 乃哥开了票给他 对 出示 把我这个好朋友还钱 背书啊 对 背书这样子 还钱这样子 但那个票票这样 那然后呢 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呢 竟然被董VV一撞 告了 就讲说 告他这个诈欺 为什么 因为董VV讲说 等一下啊 杨强荣你很过分哦 你明明我们合作 你为什么还要找两个人 来诈我赌 你知道吗 我要他们打多大 你知道 两万底 然后一台两千 那这样子一局会 多数而已 一次哦 几十万绝对跑不掉 一次哦 一次 你打一场下来 至少几十万 VV董就讲说 他越想越不对劲 诶 明明是我们俩合作 然后怎么会 我一次输 一次输 我带有 我自己打也输 我带有 带我朋友来输 诈赌 总共输了三千多万 然后呢 就被他当场抓到 杨小姐带来的两个人 一个姓许 一个姓姚的 其中呢 就有一个呢 被他炸赌 被他当场逮到 他就知道说 一定是你这个杨强荣 你诈赌 骗我 你们两个女的 不是合作吗 对 你们不是合作 你只找两个剪刀手来 把我给全 卡卡卡 全剪了 剪刀我输了 输了三千多 连我朋友的钱都输光了 不行 你要还我 然后问这事情 闹得很僵 闹得非常强 就要告到法庭 那然后呢 当然杨强荣 可能因为说 权证因为这个官司 判下来 他的诈欺罪不成立 所以他大概觉得说 那我告也告了 明明是我们合作 然后呢 徐乃琳 你也撇得很干净 然后呢 Vivi董 你也撇得很干净 好像全部都是 我认错 真的是这样吗 那他就找了 这个狗仔系的爆料 拿了一大堆资料 说那你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看看 这些当铺 这些徐乃琳 开的支票 这是什么东西 对啊 全部都拿出来 想说你不知道什么 你是长小的小 然后全部都是我的错 你们真的是 这么不粘锅吗 那当然 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 当然那个乃哥 就很生气 就讲说 这个 我租给人家 我怎么知道 我去打一场麻将 不见得代表 我知道啊 是啦 我没有去那个豪宅里面住 我也不晓得 打麻将也许是 友谊三月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朋友家 打打麻将 我怎么知道 你这样把三年前旧账 三年前我就已经讲过 我徐乃琳 绝对不做这种 剧赌的事情 我不想做独狗的事情 因为我徐乃琳 第一点 我的关系 我还要委托 Vivi董 来弄这个局吗 我自己就可以啦 其实乃哥讲的也很对啊 以乃哥出面的话 他要约谁 谁约不到 乃哥这边就讲说 他绝对不沾锅 那是不是因为 杨强荣啊 或是Vivi董啊 因为Vivi董跟乃哥 也是很好的朋友嘛 对后面也许 他们是打个乃哥名号 或是什么 然后乃哥 也许不知情啊 所以就被他们利用 也不知道啊 那总之呢 乃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听到这个杨强荣又跳出来 就讲说啊 他们啊 太过分了啊 他们赖账不还啊 因为乃哥不是开了很多票 就跳票什么 那这个杨强荣讲说 这个乃哥 跟Vivi董 赖账不还 我还被那个Vivi董 诬告诈欺 我自己才真正的受害者 好了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乃哥 今天记者就问乃哥了 那几年前的事情呢 被翻出来 如果乃哥真的有罪 那我觉得这个杨强荣 你就直接把乃哥的证据摊出来吧 你一张支票 有朋友之间通财之意 你讲说诈赌什么那些 你就真的把乃哥什么事情拿出来 所以乃哥很生气 讲说你又没有证据 又一直硬扣着我帽子 那难道我是名人 我今天就应该背负这种罪名吗 对不对 你有证据拿出来嘛 然后乃哥今天非常非常生气 本来要透过经纪公司呢 来开个记者会 后来一想 那我干嘛跟他起舞 这事情不是越小越臭吗 干脆 我直接百分之两万提告 告谁 告这个杨强荣 毁谤我名誉 对那我想这个中间一定还有什么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总之乃哥今天气坏了 我讲说这个搞什么东西 你不能因为我是乃哥 我是徐乃琳 好像大家不知道董宾宾是谁 不知道杨强荣是谁 就要来告我一下 才能上新闻一样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想再提告 这是一定会 因为乃哥形象 向来也很重视自己的形象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大概就会 官司解决 那除了乃哥之外 其实之前也有传说 有一个已故的古诗名人 他也是卷入炸毒风波 这人就是黄任忠 大家对黄任忠印象就是 陈宝莲 漂亮的美女 对他身边永远 永远都围着一大堆的美女 那黄任忠从小家世非常好 因为他爸爸是中将黄少谷 那家世渊源 所以小时候他就是公子哥 那大了之后 他那时候 这个也是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也是 讲到黄任忠 大家想就是美女 古董 钱 吃喝玩乐 股票 钱 这样子 但是黄任忠也曾经出了一个事 就是他在的时候 有一次他的司机 离职的司机 突然也是对 对这个狗仔爆料 讲说 我告诉你们黄任忠 自己在家里设局炸毒 而且他还贩毒 吸毒 然后呢 还剧毒 然后买卖军火 走私黑枪 炒作股票 台风跟常义 讲了一副好像 都是真的 对啊 你到底是怎样 这有这么坏 全天下的坏事 通通就黄任忠 已经干净了 你知道 然后呢 司机呢 就跟这个媒体爆料 讲说 我告诉你们 黄任忠是这样 他找朋友来家里面 剧毒的时候 我就做内应 怎么叫内应呢 就是说 比如说呢 这个客人来的时候 我跟他的 他的人 几个卧底的人 安排好 比如说呢 这个人呢 拿起 这个水来喝的时候呢 就知道 我就知道说 要从偷换牌 玩扑克牌 或是为什么牌给我 对 或是偷换牌 他在旁边 就是帮忙端茶倒水 打暗号 利用这个端茶倒水 之便 塞个 给他偷换个牌 扑克牌也好 麻将也好 因为这个客人 总是要伺候茶水 有的抽烟 烟一拿起来 调子 然后水一拿起来 桶子 对不对 然后摸摸鼻子 就是腕子 偷开别人的牌 对 那这个小弟呢 就会站在 比如说 这个后面 然后就故意 你就知道 对方要出什么了 诈赌 对对对 然后你要不要喝茶 你就知道了 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呢 后来呢 这个司机就觉得说 哇 这个黄任中 谁来为父不仁 他一定要爆料 然后呢 这个记者访问黄任中的时候 黄任中气疯了 他想到这个司机 原本 就是自动要辞职的 那他也是觉得说 这个司机本性很好 可能是交了坏朋友 在外面 竟然主动辞职 还回来跟黄任中讲说 要资遣费 那黄任中讲说 是你自己要辞职 不是我资遣你的 你怎么可以回来 跟我要资遣费的 应该是这样 他心生不满 所以才跟这个 媒体记者乱讲这样 那黄任中讲说 说我什么黑枪 贩毒 你们觉得我黄任中 会做这种事情吗 我每天在股票里面 股市里面 一个一进 一个出 几千几百万 曾经是上万这样子 在做的 我会在乎这一点小钱吗 这一点小钱 我可以看得上吗 我怎么可能 我告诉大家 我最大的收入来源 就是股票 就是股市 我是正当的股市投资人 这些什么什么检举 我什么买卖枪枝吸毒 大家太小看我了 所以黄任中 也撇清了 撇得很干净 那不管怎么说 真的 这我们当房东的话 租房子也房客 最好还是弄清楚 房客到底在里面 好像在摸什么棒 看得上了 我还能够 看得上了 感谢观看